台湾国宝第一天王国金发半世纪的歌唱生涯 从17、18岁一路唱到现在 一首《熊霸掌》更是曾经红遍全台街头巷尾 将近70岁的他将举办两场大型演唱会 更让大家听到台语歌真实的声音 出道至今已经迈入第52个年头 发片超过百张的郭金发 依旧是中气十足 饱刀未老 将要开演唱会的他 特别公开护赏养生的秘密 唱歌就是帮忙你发生 困难你的丹田跟五种六府 看不到五种六府的运动 虚弄爱都要表达出来时 你人体来的细胞 欠什么一件自然的加速行动 这个就是最好的运动 演唱过上百首筷子人口歌曲的郭金发 每一首经典歌曲都反映了歌迷生命中 不同阶段的故事 回味着这些重要的记忆 歌坛大姐陈寅杰 说什么都要跨到转台 像郭大哥这种的就是 你在歌坛一二十年都不出来上的人 再重新出来做个演唱会 我说大家很喜欢的 尤其每一首歌曲都是他们的一种思念 他的故事都有故事性的 歌唱事业第二转 郭金发很高兴能再次站上舞台 就是让听众每一位大家都听得很舒服 而且等到我唱到高潮的时候 能够引起他们的一种共鸣 这是最重要的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正定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